繁華的紐約街頭車輛稀少 不時就能看到救護車快速通過 紐約州確診人數急劇增加 死亡人數突破5000人 佔全美四成 也讓大蘋果岌岌可危 白宮防疫工作小組 統計全美數據 發現加州人口跟紐約相當 但是疫情卻相對可控 數據顯示每10萬人感染人數 紐約州在3月底來到近500 比加州高出15倍 為何有這樣的差距 專家認為加州早紐約5天 實施禁足令是關鍵 顯示越早居家避疫 效果越好 你必須要住在家 保證保證保證 當我們看到人們在做這樣 像在加利寒尼亞和華盛頓 我們看到他們沒有 這些大大疫情 伯克萊大學教授賴利也點出 加州洛杉磯有全美 最糟的大眾運輸系統 大家都開車 也避免人們感染新冠肺炎 事實上相較於加州 常出現大塞車 紐約客則是仰賴地鐵 就算疫情爆發 還是有不少人擠地鐵 沒戴口罩 家中人恐怕也沒想過 塞在車陣 竟然能為防疫出一份力 記得黃衣駿成績跟台北報導